人啊 要学会执着 但又要学会放下执着 我朋友老白就在朋友圈里 记录了一个执着的故事 今天接个电话 问我买不买房子 不买还会涨 我说也有几套了 实在没钱 对方又说 那你房子卖不卖 现在房价那么高 再不卖就卖不到这价了 我感觉不说实话不行了 就对他说 其实我穷 既没房也买不起房 他沉默了几秒说 明天有个楼开盘 晚上带上椅子来派对 三百元一天 干不 我被他深深地感动了 这个小伙子前途不可先亮啊 滴水穿石 聚杀成场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给你打扫脑电话 好 假的 那是不买都不行了 真希望自己也能有这种命运 是不是 如果我减肥的时候 能有这么欺而不舍的精神就好了 可如今我坚持得最久的一件事情 不如吃 你们说是不是很难受 关住嘴 慢开腿 这个减肥方法是知名的一点 不要以为光吃素就能减肥了 真的 对于这个观点 朋友圈的留纪 给出了这样的减肥 当你抱怨 为什么只吃沙拉也会长胖的时候 想想大熊猫 可是大熊猫胖胖的很多人喜欢 凭什么我就这么惨 凤哥别难过 你想一想 上天是公平的 当你在某方面欠缺的时候呢 你的另外一方面 这就是会负 比如说虽然你的这个肉多 是不是 但是 但是 但是你的头发少了 多么形象 生动的一个中年人 这个人到中年啊 难免有点喜欢干他人生 凤哥就是这其中之一 你可别说 今天他讲的似乎 他有点道理呢 去到朋友圈查个吧 遇到喜欢的东西 就把它买下来 钱并不是真的被花掉了 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陪伴在你的身边 我懂了 我花钱吃宵夜 钱转化为脂肪 陪着我